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號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介紹這個蝴蝶蘭 我們怎麼樣要將蝴蝶蘭呢 將它斷頭 刻意的也不是完全斷頭啦 大概斷到一半差不多 雖然我們之前曾經拍過影片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當時我們在切斷的時候呢 好像沒有斷成功 結果呢 當時的斷這一組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之後呢 結果它就 沒成功就自然不會長側芽嘛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準備再做一次 再試一次試試看 那我們先把聚加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株的狀況 我們現在也看到這一株蝴蝶蘭呢 我們之前在這個位置呢 那影片連結沒看過的人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切了一下呢 結果呢 它也沒長出側芽 所以這次呢 我們這次呢 它現在呢 往下面的葉子呢 又落掉了更多 所以呢 我們打算呢 在比較明顯的位置呢 會更容易撿 比較好撿的 這次要下刀比較好下刀 不像之前呢 因為這卡卡的 然後有很多筋卡住呢 很多根卡到 所以呢 不太好下刀 那現在呢 比較容易了 我們就再試一次看看 那在試它之前呢 因為我怕我下刀斷掉之後呢 整個這個這個太重的話 會整個 脫斷掉 所以呢 我們打算呢 先幫它做支撐 我們先用鋁線 做一下支撐 避免 避免它整個 剪掉之後呢 失去支撐 然後就 就掉到 就摔斷了 我們用鋁線 稍微固定一下 不要讓它 掉下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準備一個 鋒利 乾淨的剪刀 我先把這個 壞死的根剪掉 太礙眼了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呢 這個之前呢 有老金的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 已經斷掉 我把距離拉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 我手筆這個位置呢 它這其實是 這個位置呢 它已經斷掉了 那看一下這邊這邊 下面 我手都已經伸下去了 這裡整個斷掉 所以呢 它的筋部呢 等於是從邊到這一節 我們大概 預計保留到 保留這一節 兩個手指之間 的這一節 這樣子的話呢 它才有機會看看有沒有從這旁邊呢 長出 側芽 所以呢 我們 預計呢 剪掉它 剪一半 不要完全剪斷 因為剪斷的話 完全剪斷的話 可以保證說 它有機會啦 應該是會 會長出來 不剪斷的用意是什麼 我先退後一下 這有點太近 那我們不剪斷的用意呢 主要是這一株呢 它這個原本是之前我們拍過的爆花的蝴蝶蘭 那影片連結我們又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所以呢 因為它 它這個會爆花 所以它需要一些 根 如果我們今天假設剪掉這邊的話 斷掉的話 如果失去它的根 根部供應水分 那 它這個葉子的日後會掉得很快 掉得很快之後 會發生一件事 花也開不太好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 想辦法 盡量避開發生這種問題 這個有一個花梗舊花梗 把它剪掉 然後呢 我們預計呢 切一半 講說要講切一半 上次來這樣切一半就沒有斷成功 斷 斷一半 這樣有一半嗎 我看一下 斷一半 斷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要做支撐 真是 真是 搞笑 我覺得怎麼切一半斷掉 結果 應該怎麼講呢 我這樣看過去啦 這邊 這邊的金是好的 這邊的 這有大概 五分之一的 這邊的金部 看起來黑黑的 就一剪下去就斷掉 真是搞笑 哇 好啦 這怎麼辦呢 就這樣子吧 斷了就斷了啦 我們就要看看 我們剛剛是不是前面是跟他講說 斷掉的話 理論上他要長出 側牙的 長出側牙機率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接下來就有問題的就是母豬啦 這個 這上面這個呢 因為他會根 現在你看是一條根兩條根 這兩條根 那為日後如果吸水不涼的話呢 這個 葉片呢 他會 加速他老化 那這個 提到老化的影片呢 我們也跟各位 提過 然後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說這種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日後呢 這可能呢 這後面幾片葉子可能會加速老化就掉落 可能發生這種事 那今天 今天做這個實驗 就算說搞烏龍 很好 也許有機會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哪一株可以適合 合適的時候呢 我們再做個 測試 或許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 可以 拿來玩玩看嗎 看一下旁邊這個 旁邊這株呢 是我們搶救胡蝶丸 印象中啦 好像是006號 我不曉得是不是確定是006號 那我們把影片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他現在呢 已經搶救到現在 你看順利的長 葉子 當時呢 是這個 筋部啊 這個頭啊 這個筋部被蟲咬傷 後來我們把斷頭 斷頭之後他從旁邊長了側牙 那現在呢 他順利的長根 有沒有看到根 長出來了 葉子也長出來了 但是我如果想 我一直想要把他強制分租 但是這個角度 被那個根擋住了 如果剪掉他的 根 就會沒有根 我想做什麼事呢 就是打算把他強制分租 分租之後呢 看會不會再長 旁邊又再長一顆 會很有趣 這個強制分租的影片連結 我們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個我們之前都有 提到過 這個超超 角度 角度不太好 怎麼剪 感覺我都剪不到 剪不到位 對 我去拿個鋸子來好了 我去拿個另外一個細一點的強力剪 我剛剛瞧了一個角度一直找一直找 發現 這個角度都不太好 那個根呢 都有點卡住 卡住他的這個 筋部 怎麼剪呢 好像都有可能會傷到根 所以呢 我剛剛挑了一個大概這個角度的位置呢 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會犧牲一點根 不然的話就要拿刀子呢 去 剪他 去切他 那我先從這個角度呢 剛剛這個角度呢 看一下 剪 他有沒有斷 看看能不能斷 好像有斷掉 這樣子不會傷到根 又又又又又又又有斷掉 OK 看不到看不看得到 我們把距離拉 看看能不能拉拉近一點看一下 大概是 這個黑黑的位置 從這個 這裡看 大概是這個位置 看得到嗎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有斷掉 好像被我剪到斷掉了 裡頭綠綠的 這樣子沒有用微跡鏡頭拍不太清楚 然後我用軟體試試看 放大給大家看 這邊這個位置呢 已經有一點點的綠綠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位置 我手指這個位置綠綠的 剪斷了 那我們把這一株呢 把它列為這個 強制分株 001號 把它歸為強制分株 001號 剛剛前面那個呢 強制分株002號好了 不小心 剪過頭了 應該應該 剛剛前面那個叫001 這叫002 我們這樣子重新規劃好了 剛剛前面那個叫001號 這叫002號 強制分株001號跟002號 未來呢 我們就有機會的時候呢 我們就 拍一些這些 多拍幾個 像這種 類似這種 蝴蝶蘭呢 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拍這影片用意什麼呢 因為很多花有在養蘭花的過程中呢 它都不曉得說 其實蝴蝶蘭它是有辦法 分株 分株的 強制分株 然後有些 很大部分的朋友呢 主要是養一養的 都是爛根 爛根之後呢 筋不壞死 然後呢整株就掛掉了 我們的這個問題呢 跟這些 養到爛根的朋友呢 也不太一樣 這個是 大部分都是 我們養室外呢 上版養室外 大部分都是 蟲害 比較多 但是 蟲害 跟爛根的比例來講呢 死亡比例呢 以爛根造成的死亡的比例呢 會比較嚴重 蟲害呢 造成死亡的機率呢 其實不高 我們只要有辦法 知道說怎麼搶救 怎麼預防 基本上要被蟲 搞死的機率不高 而且呢 像這種情況 我們之前就是說 它被蟲咬 斷頭 那我們試著搶救 搶救成功 搶救了成功了 那我們搶救成功之後呢 再將這個 分出來這個 這個子豬呢把它切斷 切斷之後呢 看看這個 之前的老舊 老舊的 這個母豬這邊 部分呢 看看還能不能再 長出一個 新的一個 側芽出來 它只要有辦法長出新的側芽 就變成 兩株 因為這母豬呢 我們要斷掉呢 它如果長不出來 這母豬就基本上 它是已經 叫做已經會順利的死亡 老化了 那如果你今天我們不把它 強制分株 那這個母豬的部分 日後它也是會枯死 遲早會枯死 然後最後剩下 這個 側芽的部分長大而已 我們今天切掉的目的 就是為了希望說 這個 側芽順利長大 之外呢 在這個母豬呢 看看能不能再分出 一個側芽 或兩個側芽 以上的側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 未來呢 我們會 繼續追蹤觀察 這一株 這兩株的 一個生長狀況 感謝收看 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谢谢观看